48万买车去试了麦腾 可最后提了新款蒙丢 用了一段时间 说不上后悔 外观也很漂亮 但是整车的做工工艺和行车质感 绝对没有麦腾好 如果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会重新考虑 每次说到这个新款的蒙丢都感慨很多 这款车怎么样 不错 很好 是个好车子 但是它的市场定位呢 有些稳乎 导致它这个销量不是特别好 你要说它是这个商务 它没有麦腾商务绅士 那你要说它居家 它又没有什么凯美瑞 亚洲龙那么居家的风格 外观还年轻时尚运动 所以说卡在这块了 所以说它这个面特别小 导致销量不够好 那么我们就具体分析一下 麦腾还有蒙丢 它有多大的差距 到底哪个个字都入手 我们先说一下新款的福特蒙丢 价格上的定位很便宜 19万多到21万多 可以说价格很良心 并不贵 可以说比这个老款的麦腾 还要便宜 它是基于福特的C2平台打造的 你像福特的Eboss 林肯J 冒险家 就是林肯的冒险家 都是处置于这个平台的产物 平台是非常不错的 而且它整台车 热车已经刚达到了1700道帕 里面参加了彭刚 彭刚什么业重呢 早期用在潜艇 装甲车 还有坦克上的 所以说强度是非常大的 同级别来讲呢 能达到1700兆帕的强度 是非常高的 一般能达到1500兆帕 就已经很强了 而且匹配了L2 这个辅助驾驶系统 并且前后都是独立凶挂 凶挂的下控制币 下摆币 还有转型结尔 都用成了铝合金材质 在同级别里 你说觉得是碾压式的 用料非常厚道 而且这个副车架与 这个下控制币连接的地方呢 还用了这个液压衬套 你像麦腾还在用这个 线胶衬套 液压衬套 和线胶衬套帕的区别 在哪呢 液压衬套 成本高一些 能够减轻车内 一个震动 就是说你走颠簸路段 过减车带的时候 车内更加的舒适 能减轻一些震动 所以说它用料 还是非常厚道 非常角度的 那么再说一下 动力上有时候变化 虽然还是那个2.0T的发动机 但是动力有所增加了 所以射击版本 那么马力上也有所增加 纽矩上都有所增加 纽矩达到了376 马力达到了238 包括它的轴距 也拉长了将近100毫米 造这个2020款 快3000毫米的一个轴距了 并且由以前的那个 6.1T变形式箱 射击到8.1T变形式箱了 而且还只需要加92号汽油就可以 这非常厚道的 并且外观呢 已经不是以前的那个马兵脸了 变成前脸分底似的一个大灯了 我认为是非常漂亮的 任何一个人看到新款 都没有说到难看的 后面尾部就像那个野马一样 非常好看 一种叫考前的感觉 非常运动神尚 那次呢 一个1米1的一个科技感 十足的一个大屏 过程式的 非常漂亮 非常符合年轻人的审美 那么再说一下大众麦腾 大家都不陌生了 它是基于大众的MQB偏在打造的 有很多人买BG车 必须肯定去看看麦腾 是肯定的 只要你去买BG车 不论你买不买 选不选的麦腾 都要去看一眼 这是很多人走的过场 那么麦腾到底好不好呢 这台车可以说外观很绅士 很金融 很商务 居家都可以 这台车呢 外观内色 我就不多说了 主要说它的这个动力上 我们该怎么选择 有1.4T的 还有2.0T的两个版本 那么大众的发动机呢 一个是有两款 EA261和EA888 两款发动机 EA261呢 只是对紧凑级的SUV 和紧凑级的轿车 什么呢 EA宝莱什么的 这些车上用 来自SUV 都是用紧凑级SUV EA888呢 用在中高端的车型上 像这个麦腾啊 帕拉特啊 图冠儿啊 碳月啊 图王啊 蓝镜啊 都用这个EA888发动机 所以说 它这个1.4T的大带是EA211 2.0T的大带是EA888 大家要怎么明白了 而且尽量不要选择1.4T 1.4T它是一个 捷达VSO 1212的一个发动机 咱不能花个 四七八万二十万 买一个 1.4T的发动机 是不是 不一样 而且它匹配的是 干四双离合 而2.0T的EA888 是匹配的 四四双离合 所以说 边中线是一个 有差距的 四四的 传动效率更好一些 而且不容易高温 里面有润滑油 在这里请的 它散热好 不高温 这不顿错 不异象 而1.4T的干四呢 它里面干膜 没有润滑油 它是靠风冷 跑起来风冷 在四驱走走停停 容易高温 没有风了吗 是吧 堵车 所以说 我们一顿错 异象 所以说 大动作买人 它是有套路的 挺康人 你选对了行 选错了 它是有套路的 平时我们家用呢 就选择这个 低功率的 2.0T就可以了 330 如果说 对动力的要求 我们就选择380 那么麦腾 在车身安全上 AB柱只使用了 热身线钢 打过一轻造帕 所以说 这个车身强动呢 这个级别来讲 是很一般的 它并没有麦腾 那么并没有 对蒙迪欧那么好 车身强动 并没有那么大 如果真出现了 大的一页车祸 或者是翻滚 它的AB柱 怕变形上 怕门打不开 蒙迪欧 绝对是 会出现这种情况的 并且它的悬挂呢 都是铁悬挂 转线也用上了 这个铝合金材质 而且衬套呢 是普通的 线角衬套 所以说 底盘悬挂用料 还是蒙迪欧 更厚道大 成本更高一些 那么我们就对比一下 这辆车的 发动机变形箱 到底哪个更好 发动机呢 都是2.0T的发动机 质量呢 都可以都耐用 动力上加速呢 肯定迈腾的 1188加速更好一些 虽然是参数 比起来的不高 但它不虚标 动力非常好 但是如果说 功率数大呢 年少多了 这个第三代的 1188发动机呢 虽然比第二代呢 丢机油的现象 改善了很多 但是还会 怕有这个迹象出生 怕丢机油 变形箱一眼呢 它的七达四双连合 开起来架势感受非常好 换脑逻辑非常快 非常快速 但是指南上呢 肯定是没有这个 伏特的Biote好一些 指南没有它耐照 而悬挂底盘发明呢 大动的底盘 扎实感是非常好的 但是悬挂的油料 它没有这蒙迪欧好 有个人用的比例那么高 那么我们再说一下 这两款车的驾驶感受 蒙迪欧呢 是需要加92号汽油 而麦腾得需要加92号汽油 这就是用车成本的关系了 它俩油耗的几乎都差不多 8个到10个之间 那么蒙迪欧开起来呢 调教的是不算那么特别运动 跟它的外观比的 不算那么特别运动 趋向于舒适的 这点还是可以的 一个家用车嘛 是不是 换脑是比较平顺的 没有顿错 但是二脑送三脑的时候 不是那么快 不积极 有些慢 动力呢 是绝对过用的 底盘的过滤呢 扎实感都是不错的 家用都没有问题 整成的自感表现 悬挂调教的比较偏硬 隔音做的呢 不是那么特别好 但是也可以 能达到这个标准 这个价位 整台车呢 没有太大的优点 没有太大缺点 还是可以的 那麦腾相对比较呢 底边的扎实感 紧致感 它要好于这个蒙迪欧 加速呢 要比蒙迪欧更快一些 就来自它的 其达四双量和变速箭嘛 揣动效率更高 换动更快 加速更快 隔音做的呢 要比蒙迪欧稍稍好一点 那么这两款车 在做工上 那肯定是麦腾 内似更加的精致一些 品工更好一些 德系车的座位工艺 确实是很好的 美系车 优料很好 但是它做工出巢 就是这样 那你有买过 开过这辆五十六小伙伴 对我说明不同意义和想法 可以在评论区留言 欢迎大家准发评论点赞 拜拜 拜拜